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到台灣的政治消息 新北市長侯友宜今天率團前往新加坡 即將進行四天三夜的訪問 那就被問到是否會針對台灣國際處境發表言論 對此侯友宜就表示 大家都很清楚台灣的國際情勢 有地緣政治的關係 因此要扮演台海區域的穩定角色 其實台灣的國際情勢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有地緣政治的關係 那也要扮演台海區域的穩定 那這些穩定也是攸關整個東亞地區 甚至印太平洋 整個連線上所發展的一個關鍵的位置上 那這些我們都很清楚地了解到 我們最深層的位置上 那新加坡在整個國家的發展上 他們非常有自信 自立也自強地往前走 其實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 大家碰個面聊一聊 那希望我們在整個全球化的構成當中 我們都要扮演 我們要有信心 跟大家借接 而且是能夠穩定一個區域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2024總統大選在即 不過藍營的人選 似乎還沒有表明 那表態爭取國民黨總統提名的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他在昨日呢 舉行訪日成果報告的時候 在記者會上 不僅呢將國旗 還有國父遺項放在講台的正上方 議程呢還安排唱國歌 讀國父遺囑 對此呢 媒體人王陽明呢 他就直言喔 郭台銘記者會的開場 實在太刻意了 老實說他很失望 宇治立國民革命 反40年 其目的在追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記者會開始前 宣唱國歌 宣讀國父遺囑 並將國旗 國父遺項 設置於講台的正上方 他表態爭取國民黨提名 在18日的這場 反台記者會 並外界解讀是 他在樹立中華民國派的形象 但是名嘴黃陽明 隨後在臉書發文批評 對郭董的記者會 很是失望 即使鴻海尾牙 都是這樣開場 但是開場唱國歌 宣讀國父遺訓 實在是太刻意了 若要以中華民國派自居 也許有更好的方式 另外他也不滿意 記者會的這個形式 已經有很多的媒體 提出提問單了 這樣 那我們來統一會診 現場記者不能如往常一樣 直接發問 必須手寫提問單 由主持人會診之後 代替發問 黃陽明痛批 郭董毫無面對媒體的誠意 至於媒體問及 對前總統馬英九 是否有誤會 無法溝通 郭台銘回應 秘書把我的手機沒收了 不然我現在可以打給他 黃陽明強調 若是郭台銘 真的現場直播打電話 給馬英九 而且馬英九真的接了 那就是真的 危機處理100分了 台南市長黃偉哲 他有在節目上 點評2024的選戰情勢 他表示說賴清德 他的從政經歷非常完整 相較於說這個侯友宜 他缺乏了國際觀 而郭台銘缺乏了地方歷練 兩個人的資歷加起來的話 賴清德他也不會輸 黃偉哲日前接受資深媒體人 黃光琴的網路節目 新聞不情蔡雙訪 針對2024選戰情勢 黃偉哲說賴清德 具有國際觀 中央與地方政績 包括立委 國代市長 葛魁副總統等等經歷 而且賴清德家人 也沒有經濟利益 在其他國家 所以覺得賴清德 在這些條件下 應該會贏 黃光琴追問 2024勝負是否已定 黃偉哲回應 他覺得是 因為從候選人本質比較 相信多數的媒體 做民調都會是賴清德獲選 監察院在18日的時候 公布了新的一期廉政專刊 那裡面呢 就有出現前台北市長 柯文哲與妻子陳佩琪 他們的存款加起來 總共是2131萬元 那對比柯文哲 2015年的時候財產申報 那柯文哲就任 八年以來呢 存款縮水了136萬元 第207期廉政專刊 裡面有許多政治人物的 財產申報內容 而在此次的申報中 柯文哲與妻子陳佩琪 存款共2131萬元 保險851萬元 基金117萬元 相較前次申報 微幅縮水71萬元 另外在對比柯文哲2015年時的財產申報 就任八年以來存款縮水了136萬元 2024大選在即 民進黨台北市的第二選區立委 初選開火了 那麼立委何志偉呢 與台北市議員王世堅連日交鋒不斷 雙方互控對方抹黑 可何志偉呢 在19日上午更是宣布 這是一場抹黑抹紅 超家滅族的選舉 已經超過了民主可以容忍的底線 今天上午呢 前往台北市的士林地院署 進行提告 這是一場沒有誠信 也沒有道德底線的選舉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抹黑造謠從來沒有停止 不只影響我的選舉呢 也妨害也傷害了我的女兒 莊瑞雄委員 他作為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的立委 他卻信口開河 奮力的惡力抹黑 完全違反了民主精神 王世堅議員 他做了這些偽政啊 等等的 之前過去的東西 我從來都沒有攻擊過 那這一次 甚至自導自演 抹黑啊 攻擊造謠 完全不顧及道德 以及誠信抹黑本人 我必須用司法 來捍衛我的清白以及民律 這場監委大戰真的是相當的激烈 甚至還鬧上警局互告了 那到底呢 現在誰的支持度比較高呢 初選民調今天晚上就會開跑了 所以到底誰 這場大戰誰會勝出 相信很快就有答案 那另外呢 今天台北市第七選區 結果今天出爐 將由新系台北市議員 許淑華代表民進黨參選 2024的立委 挑戰國民黨初選的出現者 哇 現在這個真的都是 越來越激烈了 真的已經開火了耶 感覺都雙方勢均力敵 沒錯 好 接著呢 帶大家來關心道德是 衛福部長薛瑞源 最近在嘉義高中 孝敬致詞時呢 說了一句 立法院蝦密西朗 顧桃隆吳 引發了藍尾的不滿 認為說言論充滿歧視 藐視國會要他道歉 薛瑞源昨天心事解釋說 他說這句話呢 是對勢對物不對人 不過接著開酸說天龍國的人 聽不懂台語就過度隱身 我說那個話 嘉義人聽了我啦 因為在講說 這個在立法院 我我不是什麼都懂的人 所以在在立法院 問的問題是 什麼是人家討論你 這句話對勢對物不對人 大概就哈哈大笑嘛 那所以就是說 沒有人感覺到說有受到冒犯 但是某些天龍國的人 都聽不懂這個台語 所以就過度隱身了 說什麼我是藐視國會 我想這個我也不不計較